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喜欢这个类型的 因为我其实最喜欢在Netflix上面搜寻那种无脑的爱情片 不过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部可不是什么无脑的爱情片 这个已经造成非常广大的效应了 因为Luca跟麦嫂都是中年妇女 那其实离那个雨多甜光的First Love已经有一点距离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跟满岛光比较接近的西瓜妈妈 来帮我们聊聊这一出剧 那据说呢这个西瓜妈妈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部剧的 那也有听说就是西瓜妈妈很喜欢这样子的纯爱情节 或许以后我们的节目呢还会继续请到西瓜妈妈跟我们聊 也不是跟我们聊啦 其实就是跟Luca我聊啦 因为呢这个题材呢就是只有Luca可以聊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这个西瓜妈妈 距离满岛光更接近的女人 来为我们讲一讲就是她来看这一出First Love初恋的影集 她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跟冲击 大家好我是西瓜妈妈 为什么我叫西瓜妈妈 因为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我先生是农夫 然后我现在在养一颗西瓜 那个西瓜就是我的儿子 她现在已经 这个西瓜已经养了四年了 蛮大一颗的有15公斤重 那最初我为什么会想要看这一部片 其实是一开始我很抗拒 对因为我就想说该不会她又是一个走着怀旧路线 然后在勾起你一些回忆的那种风格 所以我一开始其实兴趣不大 那后来是真的好像是闲来无视 然后又觉得那首歌好像可以来回味一下 所以我就想说左藤健蛮帅好像可以看一下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看这一部片 那影集也不长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接受这样 因为其实平常顾小孩非常忙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蛮多目的 我觉得他前面的铺层就是非常的细腻 然后让我最期待最期待就是希望他们赶快见一面 然后看会不会互相认识 然后就在他们见一面的那一刻 然后他们并没有相认 左藤健就流下眼泪 我真的觉得他太会演 真的实在演得太深情了 然后到后来他们有一段就是在贩卖机的那一段 那我觉得他们有就是有好多话想讲 可是又不讲 我觉得真的是过去实在是每一段恋情都有这种时候 我真的觉得哇他真的铺得好细腻 就是曾经我也有这样的经验过 所以到后面就是他们那个在山上 然后接吻的那一刻 他在接吻那一刻之前那女生说的 那种描述对心中好像少一块 又不知道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太真实了 我们曾经都爱过很多人 但是我们曾经也失去过很多爱 虽然我没有失去记忆 但是我觉得那个心中失落了 那种无限惆怅的感觉 都曾经有过 对不管是不是这一段感情还有没有再继续 或是你们不适合而离开 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 有这种满满就是对他很心疼 但是我心中也是有一种满满的无限感慨 就是说对啊 你看我都已经活到三十几了 跟他一样年纪 然后也谈过了几场恋爱 然后最后好像一直在 在找一直在找寻 好像也不知道在找寻什么 其实真的很多时候就是 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 那又导向就是 他的那个失落最后将爱 全部都投降在小孩身上 哇那个我也超有感的 因为当有小孩之后 妈妈的重心完全就是在小孩身上 那我就只有一个儿子 他刚好也是儿子 我好像就觉得好有感觉哦 然后当小孩对你的爱是满满全心全意的 这样看着你的时候 心中就觉得说我完全可以体会 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开着计程车 然后每天就是精心准备 就是想着他的儿子 因为他现在全心全意就走他 因为他没有另外一半 对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爸爸失去那个功能的时候 我觉得有时候我的心也是 就是想着我的儿子就够了 那我就觉得哇从国中时期 然后看着那一首歌 然后看着魔女的条件 然后看着那个稚嫩的高中生活 跟老师的那个过程 就非常有感 因为那张CD我也有买 我觉得那张CD在前不久前 我才大扫除的时候才发现 他还在我的衣柜 就是在我的书柜里这样 还在我的娘家 我就觉得真的好有感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现在又刚好播了这个日剧 我就觉得哇好巧合这样 对然后我高中的时候 也谈过失神恋 所以我就觉得 那时候真的是一种就是 青春洋溢 然后就是觉得什么事都有可能 连老师都可以跟我在一起 就觉得哇未来真的是 无限可及这样 就是觉得很多很多想要探索的 那当然是没有继续 因为他没有像佐藤健那么帅 这样讲的话 希望他不要听到这一集 对在先前的 就是有跟西瓜妈妈聊了一下 那所以就知道说 西瓜妈妈其实是有看 之前的魔女的条件 那他也同时也看过 我们今天要讲的初恋 所以虽然是同一首歌 可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底下 然后搭配不同的剧情 那我很想要问问看 就是西瓜妈妈觉得说 这样子两相比较起来 那你觉得说有什么 比如说魔女的条件 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桥段 那或者是说 那个魔女的条件 那个时候的观看的心情 跟现在在观看初恋的心情 有什么样子的不同 看那个魔女的条件的时候 那时候年纪应该才国中吧 那其实我现在对她的影响 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淡了 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在她就是老师跟男主角 就是男学生一起睡在图书馆 然后用学校的窗帘当被子 我觉得那一幕实在太冲击了 对于我 原来图书馆可以这样 那时候我实在太冲击了 就是在我幼小的心里 觉得说 他们在做那种事哦 心里真的实在太冲击了 所以我对她的印象就是 她还是一个很爱情剧的 很浪漫的一个故事 很夸张 对我来说那时候我觉得很夸张 那反而是现在在看初恋 又是同样的歌的时候 我觉得她很细腻的点就是 她的 她不是主题曲 她不会像某一条件是主题曲在播嘛 那种很强烈的歌这样 她那个初恋 她是在剧情中 然后慢慢的被渗透进去 然后非常的细腻 不会一直出现 所以我就觉得 哇 她处理的 让人觉得很舒服 那我觉得她的那个感情啊 就是大家已经是变大人了 除了她在讲年轻时候 就是那种 两个很相爱 然后又很青涩很单纯的生活 我觉得是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 果然是日剧 因为我觉得现实生活中 屁孩应该蛮多的 我想说我小孩 长大应该也是很屁这样 应该没有那么早熟的男生啊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非常非常少会遇到的事情 那反而倒是他们长大发生的事情 我都觉得还蛮写实的 然后他们的工作 他们就是心中失落那一块 然后变得非常平淡的生活的时候 然后可是其实他们也很努力的 在生活着 我觉得就跟我 嗯 跟我们现在的心境都很像 我们也常常觉得就是生活很 少了什么 少了刺激 但是我们也是很努力的 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那我觉得最棒就是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很挫折 但是还是没有失去对家人的爱 而且就是对于在找 对每一个朋友 也是非常真心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即便我们有再多的挫折 再多的失落 或是曾经有关 什么样的风风光光的感情 或是曾经有什么很可怕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我们 都不能失去爱人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他收尾的 很漂亮 就还好他是一个happy ending这样 但是我觉得也因为是这样 就会让人觉得 看的不会那么痛苦 就是看完就觉得 可能情绪还是会有一点 然后会让你去回忆一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正面的告诉你 就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失去 爱人的这个能力 就是他跟他的小孩 也是渐渐的就是打开心门 然后还带小孩去追爱 然后我就觉得 哇这个也是我不断希望给我小孩的 就是我会希望我的小孩是爱这个世界 出生于这个世界上他是快乐的 即便现在就是两岸非常的紧张 然后或是现在有乌克兰这样的事件 或是未来有地球暖化的问题 但我都希望他可以带着这样满满的爱 然后继续生活下去 那所以我觉得他在呈现就是 大人也是很勇敢的去爱 那我就觉得 这个部分就是真的很激励我 因为我不会因为我 现在已经36岁或40岁 我就对于爱情就是没有冲击 对我也会希望说 就是我们也可以继续维持那样的热度 或是我们找回这样生命的热情这样 所以这是我觉得在看那个过程中 我非常非常感动的地方 就是大家还是没有失去那份真心诚意 那我希望大家就是 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一直就是 维持那个纯粹的爱 然后继续生活下去 到老这样 对其实呢跟西瓜妈妈一样 我也是属于happy ending派的人 然后很多人都会说 这出戏如果说停在第八集的话 不是很凄美吗 然后就是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但我觉得no 就是我老娘看这屋片子 就是要看他们那个有情人 忠诚眷属 所以我拒绝接受不是happy ending的结果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还蛮有趣的啦 西瓜妈妈在你看了这出戏 我想就是也是 引起你很多的一些 对于人生的一些想法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你还有没有看了这出戏之后 很想做的事情 我跟Luca一样也是happy ending派的 因为我觉得人生已经够苦了 你还要再让戏剧这么苦吗 我真的会希望他们就是好好的收 收尾这样 我觉得这也是对大家就是看的观众 会有一种释放吧 对啊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完整出 我觉得他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北海道 我真的看了很想去北海道 对那在疫情前 其实我才刚从北海道回来 那时候我带我的小孩去 他才满岁 对他就满周岁 我就给他包的像漏众一样 然后就把他丢在雪地 想说要把他拍 拍成小雪人的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哇 我很喜欢下雪的感觉 我去的时候 我都会挑下大雪的时候 就是学很厚的时候 那我第一次 印象很深刻的时候 第一次 就是去北海道的时候 我是挑三月的时候 对 那听众有时候 我觉得听众下次如果要去 可以挑三月 那时候三月是淡季 房价都很便宜 我们住的都是很大的饭店 但是价钱都很便宜 所以然后那时候 是没有什么祭典 但是就是淡季 所以都不用跟人家抢 我觉得那还不错 那那时候我去过日本 就是去过北海道 然后还有合掌村 就是都是下大雪的时候 那印象中最深的就是 那时候门电梯一打开 然后我们就要拖着行李 去饭店check in 那边雪太后 结果那个拉行李箱 拉得好辛苦 就要拉出一条长长的轨道 但还是很开心 就是看到雪就是很开心 对 我觉得刚才西瓜妈妈讲的 就是讲到重点了 今天之所以找西瓜妈妈来聊 这一部戏 就是因为呢 其实我本人我呢 对这部戏 可以说是 虽然我也是看着 哭得跟猪头一样啦 那但是我说实在 对这部戏的共鸣 没有像西瓜妈妈 那么的强烈 那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我对雪 这件事情没有很大的执着 这样子 对我刚才还在跟西瓜妈妈讲 就是我没有刻意的去追雪 但是却在明明不会有雪的地方 碰到雪 而且还是那种小雪 那个因为那是一个跨年的节气嘛 然后我那个时候本来是要去松山城 那如果比较熟日本的人就知道 就是松山城 基本上不是会下雪的地方嘛 对不对 那结果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特别冷 然后呢本来要爬到松山城 就很辛苦的早起 然后爬到松山城 想说要来看松山城日出 结果根本就没有日出 而且雪又下得很不像话 就是一点点而已 这样子 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 人生中最接近雪的 那个经验了 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 去和幻山或是太平山 可能还看到比较多的雪 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能也是 怎么讲 生活经验上的不同吧 对那因为 而且刚才就是 西瓜妈妈也有提到 虽然说我们年纪有差一点啦 但是我们应该都算是 看严谨俊二电影长大的 所以我觉得 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 我们在看初恋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一种 熟悉的日剧感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知道这次的 这个编导 汉珠百合 他也算是 严谨俊二的门声嘛 那我觉得他在这里头 运用的那些 镜头语言 然后以及色调 其实都还蛮跟 严谨俊二去致敬的 像有些人就 就有在讲 就是讨论到 里面的颜色的用法 那比如说 野鹰出现的时候 都是蓝色系比较多 就是走这种 比较低彩度的 然后一种比较 寂静的一种感觉 比较安静的感觉 那如果是 男主角出现的时候 就都是暖色调这样子 而且他的个性 就是很活泼这样子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那个尤其是 野鹰的部分 那个 低彩度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的确 就是还蛮 接近我们 对于日剧的印象 习惯妈妈要不要来谈一谈 就是这部片子有什么 因为大家都说 怀旧怀旧嘛 这个片子的 他的时间序 也是还蛮接近 你个人的经历的 那你可以跟我们谈谈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 他哪些怀旧 是做得特别到位的 或者是 你觉得有哪些 不合理的地方 其实也可以讲 我觉得他最让我怀旧的 就是那个CD 就会让我想到 我高中的时候 我高中的时候 就是有CD随身听 然后就是一直在车上 一直听一直听 一直听 重复的歌 一直听一直听 都听不腻 这个部分 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都没有这些可以听了 那我觉得最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男主角太帅 女主角太美 其实我觉得整个 整个我都会觉得说 真的是一直被 佐藤健电到 然后一直被那个 女主角就是 也电到这样 就觉得哇 怎么那么干净的人这样 如果他们两个 不是帅哥美女 这一出气就演不下去 我也看不下去 所以我都觉得 这是最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青少年的时候 就觉得都看日剧啊 看日本漫画啊 你就觉得说 对我就要谈这种恋爱 但是现在已经长大 就觉得说 大家醒醒了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OK好吗 没有那么完美 虽然我的老公也是长得 很像日剧里面走出来 还是要为了生活打拼 看他在大便的时候 你可能就幻灭了 所以 所以我真的要奉劝那些年轻人 真的不要太 太入戏 对其实我觉得 刚才西瓜妈妈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恋爱感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 就是看日剧的时候 是还蛮喜欢这个部分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啊 因为我算是最早 转过去看韩剧的那一批人 然后我又 一开始的时候 我又是重度的在看日剧 所以我还蛮清楚感受到 这两种剧种之间的 不同的地方 我都是会用正面的一个方式来看 没有说谁好谁坏 我只是说 他们的特色真的很不同 那我觉得日剧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对于我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喜欢看纯爱戏的人来说 日本的恋爱剧不会让你觉得 它就是只是谈情说爱 很甜 然后在那边耍浪漫 然后耍肉麻 这样子而已 那比如说我觉得韩剧就 比较是属于这样子的部分 它甜的时候会让你甜到一个不行 这样子 那但是我觉得日剧的恋爱是 它都会跟一些人生的哲理去结合 好像你看了这出戏 你也跟着谈了一场恋爱 你也去经历了一个人生 所以我会觉得说 包括这一次的这个初恋 它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会有一些金句 那虽然金句在韩剧里头 也常常出现 但是通常是不太一样的意义 就是我觉得韩剧里头的金句是 它的修辞非常的华丽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哇 怎么有办法讲出 这么美丽的一句话 当然那个韩剧的演技 演员的演技也是没有话说 他们的表现力是非常强 非常厉害的 但是我觉得日剧里头的 金句的话 就是那种平淡无奇 可是它会讲到你的心坎丽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段是 野音他有提到说 为什么他喜欢当计程车司机 那他就觉得说 计程车司机 常常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 然后那些话呢 他不是讲给你听的 所以那才真实 然后他就说 就像古时候的人 留下的那些木简 那个不是为了要讲给你听的 那个就是他们的心情的展现 然后是很纯粹的目的 就是像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他除了恋爱之外 他还可以带给你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我不晓得 就是说西瓜妈妈 据说也蛮常看纯爱剧的 那除了日剧之外 你有没有在收看其他的 比如说美剧或者是韩剧 然后你可以讲一下 他们在你的感觉里头 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吗 因为当妈妈其实时间不多啦 我唯一有印象就是 如果是韩剧的话 就是在我好像那时候 比较没有忙小孩的时候 才就是看的 那那时候是看那个爱的迫降 那时候我真的有被韩剧吓到 想说哇怎么可以拍这么over 就是散成这样 然后我觉得最夸张的剧情就是 就是他们在那个机场生离死别喔 那个是真的是名场面 但是我心里真的是看到后面就觉得 哇真的是也跟着他心情这样子 上上下下 然后觉得喔 高可怜耶 但是回过生涯 就说真的是太 太会演了吧 就觉得怎么可以演成这样 剧本写成这样 但那时候我的确还是听了好一阵子 结束后还听了好一阵子 他的音乐 我觉得他那个整个铺层也是 让我很喜欢 然后也开始对那个什么北韩 觉得很好奇 好那一样的我们还是进入那个补充小知识的一些环节 因为这出戏啊 他已经被大家讨论到滚瓜烂熟了 然后该翻的也翻出来了 但那个我就补充一下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那如果说西瓜妈妈有补充 也可以再来补充 我看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其实这一出戏啊 他非常贯彻的一件事情 就是普鲁斯特效应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日剧的特色 比如说我们在看韩剧的时候 我自己的感觉是 韩剧里头演员的表现力很重要 然后剧本写得好不好 他们的台词有没有精彩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看点 但是我会觉得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有跟其他的朋友讨论过初恋 我就说你不觉得他跟韩剧很像吗 里面有一些老梗啊 什么失去记忆啊 什么家长反对啊 什么恶婆婆啊什么的 他就说他可是就是不一样 我心里想到你哪里不一样 然后他就说 我觉得日剧就是表达的 比较没有那么浮夸 比较没有那么夸张 然后我后来想到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那跟日本人还有韩国人 他们的情绪表达方式很不一样 我觉得日本人他不会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可是韩剧是比较属于比较冲的 就韩国人是比较明着来的 他如果不爽的话 他就会他也是会表达出来这样子 那所以就会变成说 我觉得日剧他们的表达方式不能只靠演员 他要靠很多其他的小东西 就是我们这次一直在讲的彩蛋 就很多人在讨论的彩蛋的这个东西 需要很多的彩蛋去对叠出那个厚度 比如说他们这次在讲那个普鲁斯特效应 你看那个时候在看的时候都想说 我们很想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恢复记忆吗 就是这么爽的一个愿望 可是日剧就会说什么普鲁斯特效应 他就说什么借由什么五感啊 好那我现在告诉大家 其实普鲁斯特效应 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其实他指的比较是属于嗅觉的部分 他并不是真的五感都算在里面 那他的说法是说 嗅觉的记忆效应 其实是比其他的感觉来得更敏锐 更直觉 但是有一个条件是 嗅觉它比较是属于第二 它是辅助的 因为他们在讲说那个普鲁斯特 那个追忆是水年华里头 谈到这一段的时候 他其实讲的是说 他吃到那个甜点 喝着那个茶 就让他想起他童年时候的回忆嘛 那所以就有人在说 到底是味觉还是嗅觉 那后来他们做的研究 其实是以嗅觉为主 那但是嗅觉在这里头是 它等于是两个感官叠加的结果 然后嗅觉是比较属于决定性的 一个方法这样子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我觉得也还蛮有趣的 就是这个不是我讲 这个是有一个香港的专栏作家 唐真兆 那他其实长期是日剧的研究者 他就有在讲 在这里头 它发生的地点都在北海道 我们如果去过北海道 像那个西瓜妈妈 你也去过北海道 那其实那些景点 大概都是去北海道的人 都会去的嘛 什么Sappolo啊 然后大通公园啊 那个也是 我其实我也看过那个景点 然后还有小尊啊等等的 但他有一个设计很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他那个圆环 他很多的事情 都在那个圆环发生 很多人就对那个圆环 有一些各种解释 因为那个圆环是在续川 就跟他其他的地方 都离得有点远这样子 那他们就说 如果你守北海道的话 你看到那边 就会瞬间狂出席这样子 唐真兆他提出来的是说 为什么要用那个圆环呢 那他就说呢 曾经以前有一部电影 叫做幸福的黄手卷 那在这个电影里头呢 黄手卷的意义是 为派出去的自卫队求平安 就希望他平安回来 这样子的一个含义 那续川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第一队 派遣到伊拉克的自卫队 那如果讲到自卫队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个主角 男主角 他就是自卫队的队员 然后他也曾经去伊拉克 从事一些任务嘛 所以他会觉得说 因为这个旭川 这个地标很重要 他跟自卫队这个关系 是还蛮紧密连接的 所以他觉得说 他为什么要不惜 就是错乱那个地缘关系 也要放在续川的 这个圆环 对 而且我觉得圆环 就还蛮有趣的 就很多 也有一些人在讲 就是说 这部片子里头 提到很多 跟天空 跟天文有关的 那其实那个圆形 就是一个行星运行的轨道 包括像野音学 开车的时候也是 就是你一定要 想办法开到 那个圆环上面去 我觉得对于 会开车的人来说 圆环都是一个 很特殊的交通状况 所以也难怪 他那个时候 他的师傅会这样子教他 就是你一定要 克服那个圆环 然后你才可以去 面对其他的一些状况 所以我觉得 他这部片子 就是我们在讲 所谓的日剧感 其实就是 普鲁斯特效应 就是他用很多 不同的媒介 不同的武感 去堆叠那个 主人翁的情感 而不是只是 让他用对白 或是用演的方式 把他演出来这样子 对 所以我会觉得 这就是这一出戏 他之所以就是 带给人所谓的 日剧感的一个 关键吧 嗯 我觉得 就是听完路卡说的 其实我觉得 他开机程车 这一个选择 也很像是在 不知道在做什么 然后去找人生方向 因为我自己 也有开车经验 有时候就是 忙着各种行程 在跑的时候 然后在开的 那个路上的时候 有时候心里也会想说 我到底在忙什么啊 西瓜妈妈 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瞬间想起 《阳光普照》里面 那个主角 那个爸爸 他就是一个 驾训班的老师 然后他每次都说 我们这个人生 就是要掌握方向 可是其实 他自己的人生 他根本就没有 真正的掌握方向 我觉得 这出戏 就是初恋 他之所以 会让人家觉得说 非常扣合 自己的心境 我觉得 也就是这样 我们都是 在寻找 人生方向的路上 而且我们都 希望可以 找回 曾经的 对于任何事情 都感兴趣的 然后都是 抱有 很浓厚的 希望的 那样子的 一个自我 所以我觉得 这出戏 才那么的 令人 就是很回场 荡气 然后会一再的 重刷 而且呢 就因为这样 我觉得 他绝对需要 一个happy ending 对那我们 今天就很开心 请到西瓜妈妈来 就是帮我们 讲这一集 那如果说 大家对于 这个存爱的话题 还有兴趣 听的话呢 都可以 帮我们留言 敲碗 那或者是 你觉得 想要听 西瓜妈妈 在讲什么样子 的存爱剧呢 也都可以 来跟我们反映 那我们就是 都会看 大家的留言 然后再来 做安排 那今天 谢谢西瓜妈妈 那也谢谢 大家的收听 如果说 你觉得 我们的节目 很不错的话 尽请订阅 分享 按赞 那或者是 如果愿意 给我们一些 粮草 给我们一些 鼓励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收听 都非常的欢迎 那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